新城乡复兴部落常年都没有部落聚会所 为了提供族人们举办丰年祭和文化传承上的空间 新城乡公所向圆明会争取经费 选择在北浦公园来规划新建 新城乡公所建设科长欧阳金福 陪同新城乡民代表会主席陈秀玲和同仁们 到现场来会刊 并且说明未来规划的内容 新城乡复兴部落近年来人口逐年增加 主任们更需要一处属于自己的部落聚会所 近年度新城乡公所也获得圆明会的支持和经费的益助 新城乡公所建设科长欧阳金福 也向新城乡民代表会主席陈秀玲和代表会同仁们进行说明 在北浦公园要做一个聚会所 叫复兴部落聚会所 那我们大小就会比照我们北浦部落聚会所 这样的一个观察半个篮球场 所以我们这个聚会所我们可以做多功能使用 就是做风影球场 那再来呢 我们在它的旁边 我们还会做了一个 就是未来可以作为文件站使用的一个空间 让我们原住民的长者 可以利用这个文件站 有更多的一个照顾 目前就是这样 新城乡民代表会主席陈秀玲表示 想让他开心公所争取的这项中央建设 代表会会全力支持通过这项预算 来满足部落的需求 建站的要开发我们是乐观其成 因为可以提供我们乡民更多的一个多元化的使用空间 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雨林 对乡亲来说是一大的福利 我们真的很希望说可以赶快争取到经费 然后也请我们的葛代表跟田代表 能够帮我们向原民会来争取这个部分的经费 然后我们全体代表都是相当支持的 福建部落聚会所所选择的地点 就是在北谱公园 属于新城乡公署的财产 在新建上并没有太大的问题 除了新建部落聚会所之外 还有增设文件站的相关硬体设施 希望把空间能够足足利用到而满足地方的需求 记得终于新城乡公署